而马上就要进入2013年了 职业网球选手也要准备展开新赛季 有台湾网球精灵支撑的张凯真 明天就要到深圳展开新赛季的第一站 而这次他定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一起来看看 选择留在台湾进行冬季训练 张凯真把握每一次练习时间 积极为2013新赛季做好准备 11月初在台北海硕碑拿下亚军之后 张凯真只休息了两个星期 很快就又投入了训练 体能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加强 因为毕竟体能对王球选而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跟教练也讨论了技术上面的进步 还有提升 那当然我们还是比较把重心放在体能这一块 过去一年多有哥哥张耀伦陪伴征战职业赛事 但明年哥哥要当兵去 张凯真也已经计划好 部分赛事会有土银教练李梦化 或是体能教练陪同出赛 面对新赛季凯真定下了明确的目标 我当然希望明年可以排进50名内 对那当然更高的话我会当然更好 那当然就是目标就是50 除了提升世界排名 张凯真也把WTA单打第一冠 列为很重要的目标 身材条件与心态都越来越成熟的张凯真 有信心在2013年突破自己 新赛季首战安排在深圳 之后就要转往炎热的澳洲 为明年的第一个大满贯 澳洲网球公开赛积极备战 UDN TV张震灵七海伦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